咚咚咚咚 英雄技巧语细节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情更新的英雄技巧语细节 我是你们依旧帅气名人的小语哥哥 许久不见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我呀 实不相瞒 最近小语哥哥迷上了FreeStyle 你看这个标他又尖又快 你看这个人他又矮又怪 没错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狂暴之星皮卡丘 各位小伙伴赶紧拿出手机准备充电 一 不为人知的偷钱绝技 凯南作为上单长手型英雄 消耗能力出众 常常点的敌人生活不能自立 搭配行窃预兆压制敌人的同时 还能让经济领先对手 大家可以看到 职业选手玩凯南 一级都会点出E技能 用E技能带来的一速接近对手 达成偷钱的目的 不过小语哥哥发现 在平常的rank中 如果我们是先用E技能接近对手 再打出平A 那对手会在我们E的时候 有意识地拉开距离 不让我们偷钱 而且新手玩家 在往前一追击时 还有可能因为距离把控不好 进入敌人的攻击范围 遭到反打 最后就算我们最后A到人 也会因为追击过身 吃到小兵的仇恨 虽然偷到钱 但是血量上会有一些亏损 所以先放技能 再A人的偷钱思路 在实战中 其实并不是一种 非常完美的兑现方式 既然这样 我们不妨换一种思路 经过小语哥哥几天的研究 终于发现了一种 最完美的偷钱兑现思路 没错 那就是先平A再放技能 通过训练模式的 目装进行测试 大家可以看到 凯南在平A出手里 一瞬间释放E技能 这次平A 一样是附带偷钱效果的 其原理就是利用凯南 前期的平A 有明显的弹道 平A的飞镖已经出手 但是还没有打到 目标身上使用技能 等平A落到敌人身上后 系统会判定 你的这次平A 是附带了偷钱浮温效果的 对线中 如果我们利用这个机制 先平A再用E 对手一般不会有防备 因为我们没有先用技能 所以对手会认为 我们这次平A 是偷不了钱的 便不会刻意拉开距离 就算我们硬往前走 A敌人这一下时 进入了敌人的攻击范围 也可以立马用E技能 拉开距离 当然也可以选择往草里 这样还能卡掉小兵的仇恨 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完美 从里 凯南的其他技能 也可以搭配这个机制 比如A敌人的同时 用Q补兵 不仅小兵的金币到手 偷钱效果还触发了 钱包满满 力养开花 二无人领悟的CD晕 大家都知道 凯南每次技能命中目标 都会附加一层印记 三个印记则可以触发悬晕 但是凯南的Q 作为一个非直向性技能 小伙伴们在排位中 如果遇到所谓风骚的敌人 Q技能的命中率 就会很不稳定 凯南的E技能 作为唯一的位移技能 直接冲上去 有时候又太危险 那么在Q不到对手 又不敢一上去的情况下 怎么样才能晕到敌人呢 接下来小兵哥哥就教大家一个 技巧需要我们主点W 既然Q都能Q歪来 还不主W想啥呢 W作为一个指向性的范围技能 当敌人身上有一层印记时 只要在我们W技能的范围内 我们按下W即可触发 而且会额外给目标 多叠加一层印记 众所周知 凯南的印记在目标身上的 存在时间是6秒 在不出任何CD装备的情况下 凯南满及W的CD也是6秒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 印记存在的时间 和W技能CD相同的机制 在对线中先积累一发强化攻击 A敌人叠加一层印记 接W叠加第二层 然后继续正常补刀 此时敌人身上有两层印记 也会有防备心理 不会让我们的下一次 强化攻击或者Q技能命中 但我们只需要等WCD快刷新时 提前靠近敌人再按下W 就可以对敌人造成悬晕 不用Q也不用E 只需要简单的等等CD而已 当你出了推推棒 或者符文中带有-CD的属性 这个技巧会更加实用 因为敌人身上的印记时间 是固定6秒 而我们W技能会随着 减CD装备的更新越来越短 敌人的印记还在身上 W技能就已经刷新好了 前面我们讲了 凯南带偷钱符文的小技巧 这节的小个就教大家一个 凯南带正常伤害符文的 前期消耗小技巧 实战中由于双方一级上线 凯南只有一个 可以主动释放的技能 那面对没有小技能组合的凯南 敌人会认为 自己不会被一级的凯南电晕 那么一级的凯南想要晕隐 需要两次被动的强化攻击 加一个W技能 才能打出控制效果 根据这个原理 我们一级可以点出W技能 然后在上线前 提前到红buff或者蓝buff处 A出被动的强化攻击 回到线上后 用强化攻击A到敌人 由于印记存在6秒的关系 我们只需要在这6秒之内 A出第二次的强化攻击 在第二次强化攻击出手之后 立即释放W技能 就能点晕敌人 完成后续的消耗 当然在第二次强化攻击 A不到敌人时 担心印记消失 也可以先主动使用W 刷新印记存在的CD 然后再找机会 打出第二次强化攻击 这样依旧可以打出弦晕效果 好了 本期的技巧与细节 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如果有什么 想学习了解的英雄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哦